不是虾公子约我吗 怎么来了这么多灯泡 我靠 灵月 我跟老李今天特地来看看这工坊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哪里 虾公子 这时探驱毒未报 让百姓们得以过冬取暖 孔家能担下此事 自然是孔家的荣幸 也不负家中圣人之后的名头 哦 灵月 不如带我们进去看看 孔灵月笑语艳然地答应了 便带着虾人李世民一行人进了这十探工坊 一路上 虾人李世民就听着孔灵月讲着工坊的事情 一路上以来 充满了各种衣着简单 身材消瘦的面孔 不过眼里却迸发着希望和干净的眼神 身为一个穿越而来的21世纪现代人 虾人不由得有些走神 仅仅是这样 这群人便可以如此满足感恩了吗 工坊庞大 都是土宅实强 虽然实在简陋 却住着的人却显然并不嫌弃 不仅虾人 李世民等人 也是看见这些场景若有所思 如此直面体验什么叫做民间疾苦 桌上纸上谈兵来的更加实在的多 身在宫墙内锦衣玉石的李力柔 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心里那别样的意味 一时间 一众人的生气有些沉默 林月 工人满足的条件这么差吗 目前收归柳鸣的数量语多 时间紧凑 目前也只得如此了 下人 能够有个收归之所 已经对他们来说相当不错了 至于其他的 只有慢慢来 也没办法操之过急 房玄林中就是实地考察 震过灾的人 对于这些 他知道做得已经很是不错了 几人随后又是巡视着这个实探工房 直到转了小半个时辰 下人才和李世民一众人从工房里面出来了 里面有的问题下人也暗自记下 等到自己回去再想办法吧 林月 实在是辛苦你了 很多事我回去写个成条 给你送过去 应该有些帮助 不辛苦 爷爷说过 让我好生处置好工房之事 林月身为女儿身 能为民行事 哪儿来的辛苦 只不过 怎么了林月 可有什么问题 最近不少十家人登门 欲要买下这实探驱毒之法 唯一婉拒多次 但有些不明身份之人已经进入工房打探消息 这工房里面有朝廷的命书 难不成也无用 林月也说过 甚至提出了朝廷的背书 但实在收效甚微 林月 林月你回头让孔老爷子将之前的实探驱毒的法子交给当今皇上 记住一定要亲自交给皇上 至于剩下的 以后只要再来人 你便说朝廷有令 不得泄露 嗯 林月回去便跟爷爷说 这小子是准备直接将一笔天大的财富交与朝廷了 这小子居然毫不留恋 虾公子 那小女子就先行告退了 虾人 这实探驱毒之法交与圣上为何 老李 这煤炭的利益实在太大 财博动人心 世上不可能有密不透风的墙 这实探驱毒的法子迟早会被人知道的 现在交给李二世最好的方法 这能得到长安煤炭的分子 咱们就知足吧 性别那么大 总而言之 这法子现在在实探工房遍布大唐之前 必须是得掌握在这个国家手中 若是被那些世家大族知道了 也许长安的煤炭不会受到撤肘 但长安之外呢 那到时候百姓买布买得起 煤炭都是两说 反正就是让李二在世家知道煤炭之法之前 掌握煤炭在大唐的流通 这可不比盐铁的重要性少啊 可瞎人 这要真的在整个大唐兴建实探工房 所需的本钱恐怕大得很 嗨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让宫里那被头疼去吧 这混小子 有时候比成咬金那个混不吝还要气人 爸 只有回去赏西解决之法了 看 马周你小子这个时辰不到怕是跑了五六回了吧 这位贵人 请问有何贵感 你叫马周 自冰王 回贵人的话 小的确实叫马周 自冰王 好家伙 在这儿遇到了未来的大唐宰相 未来李二的左膀右臂啊 没想到还未发迹的未来宰相 让我在这遇见了 不过马周怎么会在我的工房做事 听到过你的名字而已 刚刚听到兄台的名字 特来询问 不知道你在此为何 小的听闻这场的煤炭工房广收难民 解国之右 冰王虽是读书人 但犹然有为国之心 纵使无法为国效力 只有来此 想要为百姓做点事情 但身无常力 在此帮忙做点义工 只为更多的煤炭出现在长安 皆百姓寒冬之苦也 果然不愧是未来的唐朝名相 这么年轻就有了忧国忧民的心思 难怪这日后成为官场里鲤鱼月龙门的人 这心思就已经有了一个好官的底子了 马兄不必气馁 像马兄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节也是少有啊 兄台好文采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此言深得我心意 不知兄台名姓 在下瞎人 我靠 原来您就是瞎公子 请受马周一拜 哎 马兄为何败我 我可当不下这一拜 虾兄自然当得请马周一拜 虾兄身负小石仙之名 心系为名 驱毒石探为百姓造福 更是收归流民为公 甚至还给流民一个规矩之所 甚至还发放工钱 百姓之福也 实乃我辈之榜 马周敬佩赢 马兄过誉了过誉了 没想到今日能再次遇到小石仙 我马周皆之福啊 马兄以你之文才 何须再次做这些活 实在大才小用啊 这位小兄弟想要入朝为官 我马周虽有报效之心 但无报国之门啊 也只有能做点尽力之事啊 小兄弟 不如我为你指尖 让你有报效之门路如何 啊 多谢这位东家好意 马周想要为民之事 实在没有兴趣去带衙门 做一些执笔之事 行了老李 你就别瞎咋呼了 人家自有人家的前途 你个老李 人家可是未来的宰相 以你的本事 顶多被你忽悠去什么 衙门做个主步 那人家的大好前程 不就是毁了吗 你也好意思 马兄不必忧虑 将来你定有报国为民之门 将来登坊为官 拜向为民不过十年的事 还是小时先懂我心中置之 不像这个身材 都吃得有点发福的生意人 多半是想装个北 推我马周去做个什么 衙门小力而已 我马周这么机灵的人 会上道马 显然不可能 虾人与马周也聊上了几句 算是向聊甚欢 马周更是要了个地址 说是改日登门拜访 这可是未来大唐宰相的采访 虾人自然欣然应下 这可是一个潜力股 必须赶紧投资一手 两人告别 李世民不由地问道 虾人 这小子有何不同 能值得请你小子如此看重 老李 这可是未来大唐一相 未来的中书令啊 就凭此人 还能是大唐的宰相 是啊 这小子如此年龄 恐怕一个秀才知名都没有了 你们不懂 虾人 这马周当真有如此之能 那是自然 刚刚那段谈话 你又不是没听到 这马周不说其他 一份为国为民的心思 倒是真的 这马周虽然放荡不羁 固执了一些 但基本是自然不是你们这些人 看得见低 李世民听言 有些微眯了些眼神 莫名有些打趣 以虾人之天使晓得力的本事 哪还看不出来一个人 看来 这马周当真有本事 就这样 这马周的命运 就在今天这石探工房门前的相遇 改变了 几人准备作别 虾人对自家未来媳妇 好好抛了几个眼神 羞得李丽柔连忙躲上了马车 而李世民夫妇也是停了下来 准备说点其他证实 虾人 之前姐姐说让我家 高明拜你为师一试 你可还记得 记得 姐 怎么了 这样吧 不如过两日 姐姐带高明来向你拜师如何 姐 都是小试儿 到时候你来就行 那虾人 我家高明就麻烦你好好教导了 放心吧 老李 我能教的就教 只不过这次出武经 我确实没办法了 喂 你只管随意管教 哪怕打骂也有你 对于虾人收下了李承前 李世民还是很高兴的 随即三个老头在一旁嘴角一抽 这陛下算是把太子的教导权 都丢给了虾人 这日后 若是虾人能将太子殿下教导出来 三个老头实在想象不到 虾人日后对正式的一句话 可以在大唐掀起河斗风浪